随着我国放宽防疫措施 餐饮业者明天起 获准恢复在自助餐服务上 让食客自取食品和饮料 不过业者必须在餐饮供应区 为食客提供消毒洗手液或一次性手套 以保障公共卫生 新加坡食品局在发给餐饮业者的通知中说 当局新设一项执照要求 就是自助餐的业者必须为食客提供 酒精含量不低于60%的搓手液或一次性手套 业者得在自助餐台附近 供应至少两瓶消毒搓手液或两盒一次性手套 当局也强烈建议业者使用塑料或玻璃罩子 以避免食物遭到环境 或者被排队食客的飞沫污染